大家好 台湾媒体报道 中国大陆在政府资助和奖励措施的带动下 半导体产能将大举扩张 尤其是成熟制程领域 2027年产能占全球比重达到39% 挑战台湾地区龙头地位 美国不断扩大管制半导体设备AI芯片对话出口 并联合日本、荷兰等盟友进行围堵 导致中国半导体先进制程技术进展受阻 不过在政府资助奖励措施带动下 中国半导体产能仍将大幅扩张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预估中国芯片制造商 2024年可能会新增18座晶圆厂 月产能将达到860万片规模 年增13%将是全球增幅6.4%的一倍以上水准 市场调研机构也指出 中国大陆在28奈米及更成熟制程 扩产动作最为积极 预计到2027年成熟制程产能占全球比重 有望达到39% 应用面涵盖车用 消费型、服务器、工控等相关领域 而台湾地区的成熟制程产能比重将下滑至40% 在全球半导体成熟制程龙头地位将面临大陆的挑战 此外美国也积极推动半导体在美国本地生产 也将压缩台湾地区半导体先进制程产能占全球比重 预估27年台湾地区先进制程产能比重将下降至60% 美国先进制程产能比重将增加到17% 周四美国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 他的一篇文章提到台湾的芯片巨头台积电是世界上最重要公司 若因为台湾两岸的冲突导致台积电被迫停产的话 会酿成全球经济萧条 这篇文章我也看了 给大家简单读一下 说若中国成功占领台湾 台积电不会对北京当局带来利益 因为即使台湾工程师继续留在那里工作 晶圆厂没有被战火摧毁 芯片的生产依旧依赖国际供应链 因此中国取得台积电就像取得一台没有电的手机 不过他谈到台积电的运营消耗台湾大量电力 因此中国可能在冲突升级时 对台湾的电网发动网络攻击 阻碍生产 进而对西方国家及台湾施加压力 冲击世界经济 当前台积电的工厂转移至美国的做法 仍有落实困难 当前保护芯片供应链最好的方法 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的遏制 和避免台湾海峡的战争 与同时美国的华人队邮报 今天也撰文说特朗普正准备对中国征收60%关税 相关的调研 他与经济顾问协商 如果当选的话将对中国征收60%关税 华人队邮报说这可能会激怒中国 周六的报道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正在权衡 如果再次当选 是否要对中国发动新轮的经济攻击 他考虑的计划被广泛认为可能会引发全球贸易战 特朗普公开支持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 根据一项分析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适用于几乎所有与美国主要贸易往来的国家 可能导致美国联邦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0%以上的关税 特朗普曾与顾问私下讨论过 对中国所有进口商品统一征收60%关税的可能性 美国两党经济家都表示 特朗普所有这些选择都将对美国和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巨大破坏 其影响就远远超他第一任期的贸易战 虽然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期间经常称赞习近平 并与中国签署了2020贸易协议 但现在他在竞选会中一再抨击中国政府 并承诺如果上台将采取比拜登更强硬立场 该报处说特朗普决心升级于北京贸易争端 这反映了24年美国大选新经济厉害关系 因为这位前总统看起来对赢得共和党提名越来越有信心 特朗普为自己的第二任期提出了一个七次妙想 比如在美国不同地区建设自由城市并配备飞行汽车 但他的主要重点是强化自己在第一任期推动的政策 比如严厉打击移民企业减税 以及对美国贸易伙伴征收破坏性的关税 反正关税的又一支库 叫税收基金会高级经济学家埃里卡约克 他说2018年到2019年的贸易战破坏性巨大 而这次将远远超出那一范围 甚至难以与之相比 这有可能会颠覆和分裂全球贸易 其长度是我们几个世纪以来从未见过的 华人的邮报说 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言人没有回复执评 拜登的很大程度上维持了与特朗普作为总统 在18年对中国征收的关税 并对中国经济施加了新的限制 包括对半导体和其他制造设备的新限制 特朗普承诺要在第二任期内 大幅扩大关税使用范围 他提出对几乎所有进口商品 即价值大约3万亿美元的商品征收 叫普遍基准关税 不光针对中国 所有的 这样使征收关税的商品数量 比他第一任期增加9倍多 他还谈到要推动立法 让美国自动对所有国家征收对等关税 无论公开还是私价 特朗普都把对华加征关税 作为第一任期的一项重要成就 并誓言如果再次当选 将加倍推进这一做法 截止去年11月 美国和中国的贸易 中国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仅次于墨西哥加拿大 占美国对外贸易额的11.7% 川普赢得了新罕不舍州初选 在讲话时 他说我向共产中国发起了挑战 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些政府都没有做过的 为我们的国库带来了数千亿美元 而其他任何一些总统都没有从中国那 得到过哪怕一毛钱 没有人尝试过 我们兑现了数千亿美元 这是特朗普的想法 我觉得很有意思 如果美国对所有国家征收关税 三万亿的外贸 所有国家包括欧洲 韩国 日本 这美国这些盟友 和全世界打贸易战 大家看像不像清朝 像不像那个大清 你也别进来 我也不出去 咱老死不相往来 现在美国就有种这种可能 就把美国觉得我跟你们接触 我吃亏了 我是天朝上国 我跟你们接触 你们来赚我的钱 我把关税加上 我一直在讲 川普特别是共和党 他们很多的想法 站在什么 站在贸易的角度看 但是没有站在美元的角度看 所有人一个基本逻辑 美国现在支随他这个国家 还能是世界第一 就因为美元霸权 那如果特朗普加了三万亿美元的关税 所有国家产品要卖到美国 所有国家产品都要加上关税 那么也就是说美国 他的对外贸易逆差可能会倒转 那么美国开始赚钱了 美国开始不给你美元了 开始从你那把美元挪回美国 我们开始赚美元了 我们开始赚贸易顺差 那个时候的大家讲 那如果这个时候美国 他的美元出不去 其他国家呢 因为赚不到美元 其他国家会想 跟能够替代美国的 另外一个国家 某东方大国 来进行贸易合作 然后呢 来赚取某东方大国的贸易顺差 那么某东方大国 是不是就替代了美国 那美国现在呢 和某东方大国一起来争抢这个利润 争抢的同时呢 自己又被排挤出整个世界的贸易体系 因为他这个关税太高了 百分六十 没有国家产品 能在美国跟美国产品竞争 他自己自乐 他就被排挤出整个世界的这个体系 因为你虽然美国很重要 但是你加这个关税以后 等于是你自觉于整个世界的游戏之外 我们不跟你玩了 跟某东方大国去玩 就是你可能被替代 那这样的话 美国首先他没有了贸易 逆差 变成顺差 他的美元很难再进入 美元的那个循环 那个循环被其他货币代替 这是最危险的 然后呢 美国又被排挤出整个世界的产业链 供应链 那么某东方大国再和其他国家 再形成一个单独的循环 那这个单独的循环 未来就可以替代你美国 现在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循环 那么你既然你不玩了 人家别人也有正常的贸易需求 也有正常的贸易出口和外汇的需求 对吧 人家需要获得什么 获得外汇 那么你这个空白 你这个真空就什么 由某东方大国来填补 所以我说特朗普 如果他这个政策真的推行下去 对中国绝对受由于 那么也就是说 中国梦寐以求的 中国的一带路也好 中国的这个 人民币国际化也好 那全都解决了 很多国家那么拿不到美元了吗 那么高的税 我也甭出口了 对吧 我想出口也 你干不过美国产品呢 那我干脆吧 跟中国交易不远了 间接的什么 去美元化了 美国没了美元霸权 美国是什么 就美国变成一个非常封闭的经济体 它不再是世界循环的一部分 我这么讲你就清楚了 美元 还有整个的世界循环 经济的循环都被排挤出去 那美国是什么 是欧亚大陆 边缘地带 看懂了吧 所以我一直在讲 这个共和党这些人的政策 就是在把美国边缘化 我觉得民主党其实看得很透啊 像拜登也是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的就是什么 美元 是我的武器 美元是我的霸权 我们不能让美元失去自己的霸主意 而共和党现在实际上为了什么 为了他自己眼睛里的暂时的利益 我们要顺差 我们不能让美国大量的顺差 让其他国家来赚美国人的钱 这就是川普想的 非常幼稚 你跟这些欧洲日本中国都在打贸易战 觉得好像多收那么几千亿美元 但你失去的是整个美国的美元霸权 那后面不是千亿美元 是万亿万万亿美元 是整个美国的经济的基础 所以我一直在讲 这个特朗普如果他真的实现的话 真的实现 他上台以后真的推行这个政策的话 那会加速去美元化 加速美国与全世界脱钩锻炼 收嘛 60%的税就收吧 你说完以后你看看美国 你看看美国通货膨胀到什么程度 50万美元一个面包 那我觉得50万都少了 都得500万 美国印了多少的钱 印那些钱如果毛了呢 如果美国美元霸权也没有了 那这些美元回流 又花不出去 别国家不再需要你美元了 我干嘛要储存你美元 那你美国怎么办 那就是洪水 到美国以后 你看看那个 那美元回流美国以后 面 那说回芯片就更有趣了 因为美国如果收了60%的关税啊 而美国自己不产芯片 你记住 现在美国这些芯片全部进口 那么也就是说 美国要花大价钱在国际上购买芯片 而中国呢 自己生产的芯片自以自足 那么反而中国采购的芯片价格 反而比美国要低 那么其他国家呢 在中国投产 在中国生产芯片 反而更有优势 所以我一直在讲啊 这个美国现在的很多的政策 特别特朗普啊 他推行很多政策 是在毁掉美国的整个芯片产业 而拜登呢 民主党他想重建美国的芯片产业 那也得大家知道 2024年如果川普重新上台的话 对美国整个的经济结构 对美国美元 包括中国和美国这种特殊的关系 都会有冲击 还有台湾问题 所以我一直在讲 你可以看到台湾问题也是什么 也是中美 包括在芯片 在经济领域 那么双方博弈的一个重点 因为中国如果在台海方向 用兵的话 会影响全世界的芯片安全 那么也说美国 他的芯片安全 也受台海影响 那你看懂这个逻辑 你就知道了 美国川普在将所有的 美国能控制的 所有的这些霸权 一股脑子全部清理掉 美国将失去全部霸权 芯片也没有霸权了 美元也没有霸权 科技霸权 军事霸权都没有了 美国换回了就那几千亿税收 那川普如果上台以后呢 对台湾的政策可能会更加激进 因为刚才这个专家也讲了 让他要维持现在美国 他的整个芯片的安全 就是保证台海和平 那么今天王毅讲了 台海和平最大的威胁 来自于台独 台独是威胁台海和平 最大的因素 也就是台湾独立 那两岸一定开展 那么也说美国的芯片的安全 那么就必须反对台独 那特朗普如果上台的话 那美国要打台湾牌 看懂要打台湾牌 但是美国在打台湾牌之前 必须先解决台积电问题 也说美国会向台湾施压 掏空台积电 这是非常明确的 你一推就可以推出来 美国是一定要把台积电 从台湾清空 把台积电搞到美国去 由美国本土生产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你跟台湾没了台积电 台湾被掏空以后 反而刺激着中国 可以轻易的动手 那么也就是说 中国动手以后 台湾问题不会影响到国际 不会影响到全世界的芯片安全 那么台湾最后的呼声符也就没有了 反而方便了中国动手 你看这是一个矛盾体 但是这个矛盾体 在川普上台以后会加速 也就是我一直在讲的 台独现在最怕就是川普 川普上台以后会将台湾 台湾问题加速 最后两岸在台湾问题上摊牌 要提前这是川普上台 民主党其实 民主党是想把这个过程拖延 把这个时间向后拖延 但最后双方还是要谈牌 但民主党这个拖延 对美国相对来说有利 它有反应的时间 而如果川普上台的话 美国没有反应时间 对台湾来说也是没有反应时间 会在很短时间内 那么刺激台独 刺激台湾 刺激两岸 所以我说民主党和共和党 2024年大选会决定台湾的未来 也会决定两岸的和平 那我最后提醒台湾人 美国一直说呢 美国不想改变台湾现状 美国反对改变台湾现状 但是美国总统川普 包括民主党的拜登 他们所有的行为 包括在台移电问题上 芯片这个问题上 他们都是在改变台湾现状 他们首先改变台湾现状 特别川普会加速改变台湾现状 那么台湾现状的改变 也就改变了台湾未来整个 外部环境 地缘政治环境都会改变 那么台湾未来的整个的安全形势 也就不可能和过去一样 这就我一直在讲的 美国要改变台海 台湾只能被动接受 那么中国的武统 也就是大概一时间 我一直在讲台湾一定要看懂这个逻辑 中国现在不希望改变现状 时间对中国有利 而美国是希望改变现状 从川普的讲话 再看拜登对中国进行这种科技战 贸易战芯片战 美国都在对中国施压 也就是改变现在两岸的现状 改变台海整体的平衡 那么中国要有阴影 你台湾做好准备没有 台湾如何配合美国 美国怎么样把台海点燃 这是台湾人自己想的 中国唯一能做的就是武统台湾 做好武统的准备 来应对这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请在这里 我们一起的准备 只要看 我们在这些东西 我们在这里 我们可能会赏